這個X漏表就是一個黃金比率去判斷什麼入市時機 這個我簡單解釋一下 這一邊就譬如我253 那這裡 S 藍位就是近期的高位 T 藍位就是近期的低位 U 這個藍位分三處 其實是叫做直撥買入的區間 就是價格 那這裡就是我實踐自己會做的X漏表 那這裡非常之重要 那大家看到藍色這裡 我就會定義為我倉底會持有的股數 那就還有賣入日期 那賣入價38元左右 還未創醫療853 那去到這裡來講 其實就由叫做上年我開始做統計的時候 那我賺多少呢? 有些這隻股票暫時我沒有做過stop loss的 那所以比較穩賺 你看了兩個板塊一些的優質股票 它那隻升這麼多 但是這隻反而跌兩三個百分比 那我設定104買的 或者103.80 103.60 這些價格我買到的 那它之後真的升上去 跟回它的板塊 跟回另一隻股票 升上去的 因為它升了 它跌了 那直撥率高流入的時候 大家看到股價已經開始有移動了 但是你買的時候 你要等它大約破之前那個頂的時候 加上成交上去 那這些是相抵的格局來的 很明顯是做了兩次的底 13.5 13.6左右 14元 之後跌不下去 但回上去 資金正在進去 那天也是即日又進去 那相抵的格局就是成交急增了 成交急增之後推回股價上去 那就破位 現在大概18元左右